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打人 那最近的国际股市包含美股也好 台股也好 亚股也好 哇 那个上冲下息 那个幅度震荡都非常的快 也非常的大 那一个消息的多空逆转 比如说美股的部分 昨天早盘一度是跌了700多点 700多点 在稻穷的部分 最后逆转上来收涨了157点 来回差了大概快900点 早盘跌是因为疫情变严重 就美国几乎已经是笃定它在进入第二波的疫情爆发 然后北京这两三天三四天 新人病例已经超过了90几例 所以各国其实都非常的紧张 但经济又不能说停滞不进 一定要解封 所以就造成就是说这个市场震荡幅度非常大 那之所以后面可以拉起来 使用联准会又出手了 所以他要下去买政府的公债 等于是又把钱借由购买政府公债 就放到市场 所以资金动能越来越充沛 又回到我们说的热钱 零利率QE 钱不断的硬 所以我说台股急便拉回 因为这个热钱太多 这指数一定有强力的支撑 所以我认为跌不到哪边去 所以美股一个有开低震荡收红 台股今天盘中最多就涨235点 最后中场涨205点 又回到11511点 所以那个是就钱太多 你真的杀不下去 那钱的方向又非常明确 台币盘中最多升了大概1.5角 目前大概2点的时间 还有升值大概接近1.3角 但尾盘常常会干预 可能maybe升不了那么多 但从盘中走势 你可以清楚看得到 那个钱还是持续的倒进亚洲 亚古坚都涨 上海涨 日本涨1000 恒生涨685点 韩国也涨了93点 所以那热钱还是持续在发酵 所以钱多 当然股票就容易涨 所以昨天软一天的电子股 今天马上又上去了 台电今天涨了5.5 两八颗涨了17.5 超过了500块来到510元 大力光涨了75块 郁金光更强势 涨停板又回到600多块 所以钱就流来流去 昨天防疫奖因为疫情上来 然后堅持股落 而且热钱继续进来 又把这些电子股的大支的 又拱上来 指数一涨200多点 防疫股今天高档就这样说 但是也不落 所以这类股开始轮动 金融传散它也上来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我们之前判断说 在热钱的效应之下 在今年的1月份的高点 12197点 我认为要突破不是问题 因为钱就是这么多 它没有地方去 它终究要回到股票的市场 现在防疫股涨得非常的多 电子股它是相对落后 所以电子股它也是有机会的 如果说它可以拿出 非常漂亮的一些 素质的公司 它也有大涨机会 然后搭配传产跟金融 慢慢往上垫 因为当你台币升值的过程 资产股也涨 金融股也涨 所以这个指数是非常有机会回到 这个12197点的高点 我认为再创建的新高是非常有机会 所以简单讲就是说 这个多头的架构并不变 即便全球的疫情看起来是越来越严峻 所以当疫情变严峻的过程 防疫股还是要抓在手上 当这些行情不断在发酵的过程 其他类股它都有机会 所以它会跟所谓的基本面产生 一个脱钩的一个现象 我认为会持续的走下去 所以回归到最简单的 就是我们坚持只买金融股 我们要坚持买的 都是数字最强的金融股 只要它每个月 它的营收数字往上开 它的获利数字往上开 每一季的财报都在往上走 当你看到毛利率 营运率 都不断在往上升的过程 数字不断的往上走 股价就会跟着往上 我想这终究是一个不变道理 就是说最后股价终究 是要反映数字 比如说我们买都是最棒的金融股 上礼拜五我们说 我们买一档锐积很大之后 等一档全新一样提起来的 6XX的全新的金融股 礼拜五涨10% 就约当涨股 昨天谈到最多再涨7.8% 就ABC KY 但其实昨天跟前天都还在 刚挂牌的五天之内 没有涨股仙制 所以上礼拜五即便涨10% 它其实没有涨股满的问题 因为它没有涨股仙制 但是我说它约当涨股 昨天再涨7.8% 今天早上 开小高震荡完之后 尾盘又再拉涨平板 146块半 基本上已经非常逼近了 在挂牌之前新贵的高档 151块半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 我们帮大家选的 就是最强的趋势股 那为什么 因为其实它也是做筛检 它也是做筛检 而且它的检测事迹 在不是新冠肺炎的检测事迹 之前就已经拿到了FDA的认证许可 所以它已经是有跟FDA交手的一个经验 然后它的营运总部在洛杉矶 它的主要的业务都在洛杉矶 因为它是KY公司海外公司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 等于是一家美国公司 所以进水楼台先得月 而且它已经跟FDA交过手 也拿到其他市值的验证 所以我们预期就是说 在近期公司是相当有信心的认为 近期应该就已经会拿到EUA的一个 紧急许可 紧急授权的许可 从过去的经验 只要拿到认证就是喷 比如说3176的G 子公司拿到验证 股价就连喷三根 然后当初的6645的金万林 拿到认证股价从50 喷到200拉回之后 最近又上来 又再度上来 所以谁能最早拿到认证 谁就有机会先涨 当初的瑞基也是一样 当股价那时候还在130 140的时候 那时候刚拿到欧盟认证 股价就一口气直接喷上200多块 才做拉回修证 然后再往上控 所以我就说 全球的疫情只有越来越严重 大家不要想说台湾非常的安全 因为当国际各国 可能第二波疫情都上来的过程 台湾如果真的要开放边境 那个境外一路压力是有的 大家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那各国疫情越来越严重 又要解封 又要开放边境 那种筛检的需求是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就像我说的 今天你要去一个国家出差 你出国前 你要有一个筛检的证明 到当地可能要再筛检一次 回来的过程 上飞机前可能要再筛检 回来又要再筛检一次 所以你出国一趟 回来一趟 可能前后就要筛检四次 这只是开放边境的部分 像北京最近又发挖社区感染 一验要验好几万人 之前武汉是全市 1100万人都要验 那更不要说美国的市场 那是更大更大 所以这个筛检 我认为将是今年 非常重要的一个主流国 所以ABC KY的部分 就是强 今天尾盘就是所找的 所以代表就是说 我帮大家选 都是最想识的金氛国 然后这波领涨的筛检股 当然就是锐基 上周三 412创新高 礼拜四 416再创新高 礼拜有整理一天 礼拜一418.5元再创新高 今天平凡附近 量缩整理 量缩整理 中场小跌4块钱收401 从几十块涨到400块钱 即便有拉回 就是拉回个1% 这都是超级强势的量 做整理 那这一波 我们买1900 到最高418.5元 最多赚了228.5元 赚了120% 赚120%的意思是 当你投入10万块 你可以赚12万 当然他当初一张就不止10万块 当你投入100万 这一波上来你可以赚120万 而当你跟我们的交流成员一样 投入500万 到这一波昨天最高点 你已经大赚了600万 所以我说 我们这波交流成员是非常非常的幸福 因为我们在全市场5月份 大家还在 一直在不断的操作电子股 结果发现一个月过去的电子股 怎么始终不会动 晃啊晃啊正啊正啊 区间盘整难玩得要死 跌得到人在 但我们最早就转入到防疫股 因为我早就预言说 防疫股 你看得到的恒大锐基数字开出来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当然南六也是 所以我们最早进入防疫股 所以赚了最多 所以这一波上来 买500万可以赚600万 那是不得了的 你今天一口气赚600万 不要说买车子 你说买到五六百万车子 有太过奢侈 如果说今天你不是在台北市的话 你在比较其他的县市 你600万你要买一栋透天措 那是绰绰有余 所以每次当市局出现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当乱市乱局来临的时候 大家常说那是一个财富重新分配的时间点 但是你要去成为财富分配的赢家 你就要勇于看到市场趋势的不同 它的变化点在哪里 如果你只是继续坚守在过去的 你习惯做的一些公司或者产业的话 很有可能在这一波 你是受损的那一个 被人家财富重新分配的那一个人 但当你有一个领先市场的眼光 你知道市场趋势变了 业绩强势的公司已经跟过去的不一样了 当口罩越卖越好越卖越贵的过程 数字一路往上跳 筛减需求越来越大 当你买对了 你赚起来是好几倍 但是如果说你固守在过去的一些既有的思维的话 很有可能你不止没有赚钱 甚至你是亏钱 那因为我们最早进入防疫股 所以我们是全市场赚最多的 那进入六月份 它的快篩市计要再翻倍 重点在于 重点在于 六月份的市计要从10美元涨到15到 大概17块半美元 大概可以涨到5成到75% 所以同样的我出一个市计 上个月有卖10块 下个月有卖15到15块钱 那如果说我成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那是多出了5到7块钱美金 5到7块美金 一个市计多5块钱就好 台币多150块钱 那如果说光是六月份要出30万计 就多赚多少钱 所以当产品在涨价过程带动着营收的成长 多出来都是尽力的增加 所以它的获利将会开始闪起跳 所以我推估六月份的部分 单月EPS将有机会挑战 2块半到3块钱 所以当股价今天可以从 几十块钱涨到一两百 涨到两百三百 再涨到四百多块钱 前面那一段 精英涨的过程 分盘交易 涨得很快 常常涨进盘 大家都不敢买 那一段叫做出生段 当然今天涨到四百块之后 后面要开始走的是所谓的本益比的行情 因为它的营收跟上来了 它的获利数字要开始反应 当它单元获利开始突破两块半三块钱 到第四季可能要赚十几块钱的时候 到时候回过头一算 现在本益比其实不算贵 大家可能会算 就是说明年搞不好要赚个四五十块钱 那你说现在的四百块算贵吗 说实在真的并不贵 所以我就说 赛检股它的股本小 它毛利高超过八成以上 它的EPS又高 跳得又快成长又大 所有的特色都很像IC设计股 但是设计股很多的晶片 其实都已经处于在红海当中 但赛检不一样 全球疫情不断往上暴的过程 它现在目前是一个大蓝牌 所以跟设计股有一样的特色 但是它却有一个高度成长的一个市场 它就在前面 谁拿到认证先出货 谁就抢到商机 获利可能就从亏钱变成赚几十块钱 这个眼前爆发力就在前面 所以它很有机会跟设计股一样 享受非常高的本益 但是它的爆发力又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就说未来 比如说6598今天ABC的涨停板 新贵有一档最近非常强的普升 昨天涨超过三成 今天又涨了大概三成 来到了177块钱再创波段的新高 应该说挂牌的新高 它也是做筛检的 因为它还是早早拿到认证 印度认证现在出货 那5月本领收就已经翻倍再翻倍 所以只要是有数字的筛检股 或者已经将要拿到验证 或者拿到认证已经开始出货 后面股价非常非常厉害 所以ABC也好 瑞基也好 我想三股都是今年主流的 而且也都让我们教育成员 真的都赚很多钱 然后另外一个数字最强的 当然就是口罩 恒大礼拜二 上礼拜二 趁着打下去买176 当天收198.5元掌停板 当天就赚 隔天最高到A6 然后礼拜四 打到跌停板之后 就在190几块上下 做一个整理一天 两天 那今天整理第三天 整理的过程很明显的量缩 今天中场小跌两块钱 乘要量一万张 这个量很明显的缩下来 所以高档创高横盘量缩整理 这个是非常高姿态的整理 为什么赚这么高 因为数字太强 因为数字太强 5月份我们估计可以赚大概3块 6月份开始出口 光口罩的报价就是本土报价的 大概超过两倍 上游龙喷不治的报价 外销价大概是本土的报价 大概也是两倍 进入6月份 因为我们贵服务已经开放 可以自由买卖了 除了就是定量征收的部分 所以内销的价格也涨 然后外销价格涨更多 所以6月份 营收跟获利估计会有一个非常大幅度的调成 所以我认为6月份估计跳4块钱的获利 应该只是偏保守的预估 实际上的数字 我认为应该会更为漂亮 所以我就说坚持只买金平股 就是说回归到本质 就是说我们要买的都是要有实质素质的金平股 当你买到对的金平股 即便遇到股灾 最终它还是会涨回来 更不要说转线震荡 那都只是一下子而已 当你买只是纯粹题材或者转机的股票 那很有可能怎么上去怎么下来 最后是亏很多钱 所以终究要买的还是金平股 也就是说我们坚持买的都是这种数字最强的金平股 所以这一波才会 帮我们教育成员赚这么这么多钱 那要秉持着买数字最强的金平股的这一个原则 那这两天 我们要再来买一档数字爆发的防疫金平股 代码是4++ 再一档数字爆发的防疫金平股 那这个也是有非常明确数字在后面的股 就跟当初的我们当初在第一档买恒大买锐机一样 那时候你觉得数字还好 但是后面数字一路往上报 你就知道说原来人家早就看到后面数字要报 所以才能领先一个多月 赚一倍多 就是因为我已经领先看到后面数字要报 这一档数字爆发防疫金平股也是一样 它的瑞德西韦的部分即将量产出货 六月的产能换算可以达到12.5万计瑞德西韦 七月份翻倍上看25万计 一计给你一个简单的概念 内销大概4500块台币 外销大概超过6000块台币 平均内外销加起来大概5000多块 那每一季毛利率超过45% 大于公司目前毛利率大概28% 所以这个瑞德西韦对毛利率有非常大的提升 当然获利也是 那如果说可以未来在七月份之后 可以达到全产能的出货的话 营收贡献度上海13亿 这个数字有多大 一个月如果13亿的话 对照目前营收大概2.6亿 就是翻倍再翻倍再翻倍 当然不会出息就出那么多 但市场就在那边 产能也瑞地好 然后陆续出货量拉大 营收爆发空间非常非常大 所以它的数字将跟当初的恒大跟瑞吉一样 从第一档你就看到它营收一路往上翻 翻倍再翻倍 所有事实证明 恒大我们赚了150% 瑞吉赚了120% 所以回归到本质就说 你要买金民股一切 你要买有数字的金民股 所以这是一档数字将要再度爆发的防御金民股 4XXX 所以ABC赚了之后 我们锁定这一档 全新的数字爆发的防御金民股 所以我希望这次大家都可以跟上 不要说都等到恒大200了 瑞吉400才来说还能买多少 不是不能买 但是可惜了 如果当初买了一档 你现在随便赚都是五成一倍 那现在的机会就在这边 就全新的金民股 那欢迎大家可以把握一油八 操作到年底的机会 那越早跟着我操作 你操作时间就越长 把握这个机会 明天我就带你买进这一档 最新的数字爆发的防御金民股 全新的金民股 你一定要买 等会我们再聊一下股票 欢迎来到现场 那大盘今天涨了200多点 台币大幅度的升值 代表热钱前进台股的方向没有改变 所以呢 只要是有数字金民股 我认为再来都有大涨的机会 那其中全球疫情越来越严重 防疫股里面的数字的金民股 那当然我认为是 更有大标的机会 比如说南六部分上周买266 那隔天就最高冲到293.5元 然后再压回到大概270块附近 做一个量缩的整理 我推估5月份已经可以赚3块钱 全年上修24到25块 投信连续三天买超 我一直在讲说 投信在防疫股的这个持股 真的太低 看6月份的营收数字 大概防疫股还是最强的 那这边的防疫股的持股太低 我认为它还是会持续买进 所以南六的本益比 目前也是只有十几 十一十二倍左右 那还是低估 所以后面我认为 还是有很大的空间 那这些都是有数字的股票 那另外电子股的部分 我们目前最看好就是加登 盘中最高涨10块钱 涨了大概4.5% 尾盘稍微压回一点 台电6月份的部分 会大幅度拉货 EUV的光照盒 那光是台电的拉货 我算了一下 大概就已经可以让 他6月份的营收创历史新高 根本不要说还有其他的产品线 其他的客户 加上去 这个营收会非常的漂亮 而且这一突破 台电会进入一个拉货的周期 大概长达超过半年拉货周期 他可能一拉就是一路拉到棉堤际去 所以这一路创高 就是今年好 明年好 那 maybe 后年还更好 那未来这个光照盒部分 对他的获利贡献度 非常非常的大 大概法人估计光是光照盒的 这个7奈米 5奈米 3奈米 可以让加登赚进 大概50块钱以上 就是分布在未来这两三年 所以今年大概赚12到13 明年要赚15块钱 所以现在的股价我认为也是低估 也是低估 因为这都是数字最漂亮的金贫股 然后快筛股的部分已经喷出了 再来还有另外一档数字爆发的防御金贫股 瑞德西伍也将要量产 那6月产能12.5万剂 7月再翻倍 毛利率45% 远高的公司的毛利率28% 全产能营收贡献13亿 大于目前每个月的2.6亿的营收 那数字就跟恒大锐计一样爆发 ABC KY赚完之后 锁定这档全新的金贫股 欢迎大家利用128超超年底的活动 明天带你买进最新的4XXX 祝大家超出生命 明年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